因為文字它是 文字我們在談論文字的時候 它比較像是一種能指 就是哲學上的能指 也就是它是一個符號 它是一個 它是一串需要被解讀的 需要被理解的 需要被歸納的符號 對 能指 但是我們的語言 我們在使用語言的時候 因為我們可以不斷地去 曝術 我們可以不斷地去辯證 那個過程跟文字在做事情 是不一樣的 對 我來說文字跟語言 它是有相近 但它其實也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區別